早上6点55到大阪了 昨天一晚上睡是睡了 但也不能说完全的睡好了 躺是躺了 但也不能说完全的躺下了 给你们看一下视频片段 就是我睡的时候 那椅子虽然能放下去 但是绝对不能说是躺 它就算放到最底下 它也还是坐 所以我就像一尊佛一样坐了一晚上 脖子肩膀腰 其实是有些难受的 说一句不怕引战的话 在日本待的越久就越觉得 东京连空气都是香甜的 哎呀不知道哪个大天才 在整个东京城里种满了石南花 真的就应了那句话 东京也是金 东京的爷也是爷 这么浓的金爷味 我是真的受不了了 趁着黄金肉最后几天 我去其他地方逼一逼吧 我今天要坐车去大阪 大阪那个地方一般去的话 都是坐新干线呀 要不然坐飞机呀 但是我今天啊 我想体验一个不同的做法 我今天要坐 夜行巴士 日本的长途旅行 一般是飞机或者新干线 从东京到大阪 飞机一万来块日元 新干线一万三左右 而想省钱的话 就可以坐长途大巴 晚上出发 在车上睡一晚 第二天早上就到达了 便宜的话三四千日元就可以 夜行大巴有一个好 可以省下白天的移动时间 还能省下一晚上的酒店钱 但是做一晚上的大巴 是真的很累 想第二天早上到了 直接就开玩的话 那真的只适合不要命的大学生 而今天我要去做的就是 既能晚上出发 而且又能舒服地睡一晚的 高级夜行大巴 现在十点五十五 待会儿我们十一点十五分 巴士出发 那我现在去小卖部啊 去买一个饮料 去买点吃的 作为路上补给 就是这个车 这是我的 这是我今天要坐的车 这趟车叫做Dream Sleeper 当然你也可以多得标准一点 Dream Sleeper 我在后车大厅显示屏 都没找着这个车 是问了站员才找着的 上车的时候不允许穿鞋 必须要在门口 换上拖鞋才让进 司机会把你的鞋 套塑料袋再给你 这一整辆车 只能装十一个人 进去之后找到自己的号 每个乘客都有一个 自己的小空间 我的就在头上 坐进来之后把门关好 就成了独立包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车上的设备吧 首先有一封大巴公司 写给用户的信 感谢您乘坐本子大巴 希望您有一个 舒适的移动空间 背面写的是 它有很多的设备都可以用 而且因为车内摇晃 在车里的时候 要随时系好安全带 小心颠簸 在信的后面 是车内的小礼物 一个眼罩 一个口罩 我坐车也要戴口罩 一包湿巾 一个 这什么东西 还有牙刷和牙膏 对 这车上是有刷牙的地方 然后是送了一瓶水 早知道我刚才不去买水了 不过也行 晚上可以喝两瓶嘛 椅背可以调节 腿上也可以伸出踏板 按下去之后就可以往后躺了 这辆车除了可以给数据线用的插口以外 这里还有一个旋钮 下面有一个耳机插孔 这个是给睡不着的人用的 插进去之后呢 根据旋钮的不同 有多种的声音 比如下雨声 流水声 舒缓的钢琴乐 还有单纯的白噪声 让人在急迟的大巴上 也能放松心情入眠 算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这个车上还有一个空气清新器 按它的描述 据说是可以释放负离子 让空气更纯净 至于信不信它的功效呢 就看你自己了 正对面有一个小桌板 可以拿下来放一些小东西 比如我现在就把手机架在桌上 要我现在睡觉 我肯定睡不着 喝点水 吃点东西 掏出我刚才在新宿买的饭团 在日本待久了 一出远门就觉得 应该在车上吃点啥 日本的各个车站 也有卖专门在车上吃的便当 而且每个车站都有自己的特色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也可以测评一期 日本的车站便当 我们去看一下车上的卫生间 出了房间往下走 厕所藏在角落里面 里面有马桶 卫生纸 消毒用的酒精布 而且比较好一点的是 这里的马桶 还是可以洗屁屁的那种 想体验一下 在车上一边颠簸 一边冲屁股的话 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 车开出来不到一个小时 停到了服务区 一般夜行大巴会停好几次 但我们这辆车 有洗漱有厕所 所以只会停这一次 机会难得 我们肯定要下去逛一下 休息时间是20分钟 出门的时候 司机会把你拖鞋保管好 给你一个号牌 有这个才能回车上 不能弄丢的 足柄服务站 那是说在这边天气好的话 能看得到富士山吧 大家看到了吗 就在那边 就在那边 富士山 看得到就有鬼了 有卖的电影 有吃的电影 大家好像都没怎么开了 扩扩关门了 吉野家倒是还开着呢 吉野家怎么还卖荞麦面店 厉害了 物产店还开着 卖芥末饼 就是芥末饼 然后还有酱油 海鲜鲜贝 带虾的 带鱼的 虽然说我现在 一点都不想吃东西 但是看还是想看 再去那边看一下 有啥卖的 一家吃汉堡的快餐 美食广场的话 基本都关了 那边还有一家 中华料理是开着的 我瞧一下 它有啥吃的 拉面 大碗上的吃拉面 真是不鲜hold的话 有卖咖啡 有卖饮料 这是现磨的咖啡 他们现在在弄 挺好玩的 那已经走到头了 没了 这服务站就这么大了 这啥这啥 选你要买的玩偶 然后还可以看 它各个照片 选好了之后 1211就在这购入 它现金的话 现在好像是没有零钱找你 但是呢 可以支付宝和微信 牛逼 如果是白天的话 还可以吃到这里的祖笔牛 还有海鲜 看起来挺好吃的 服务站就差不多这么多东西吧 和一般的服务站也没啥两样 然后我们现在就回巴斯上面去了 这一回去的话就没有休息时间了 那直接睡通 一路杀到大阪去 来到车最后面的洗漱间 他要求必须得把座椅放下来坐在这弄 很明显前一个人弄的到处都是水 但是呢我也没啥讲究 凑合着用了吧 虽然我还想再玩一下游戏 但当我掏出Switch之后 我才发现啊 我的卡包里装的卡带 是健身还大冒险 谁家好人卡带里边会放这个呀 那还玩个锤子呀 睡觉吧 从屁股后面拿出被子 再把他们送我的蒸汽眼罩和口罩全戴上 拉上窗帘 晚安 啊对了要说一下 车上隔音其实不怎么样 但是我也不害怕别人打呼吵着我 只要我打呼比他们还大声 就没问题了 一觉醒来 车开进了服务区 虽然不让乘客下车 但司机也要休息 他们是两个人一起开 每次就在休息站换人 再一觉醒来 车已经开进了大阪市区 这趟大巴旅程也就要结束了 早上6点55到大阪了 昨天一晚上吧 睡是睡了 但也不能说完全的睡好了 躺是躺了 但也不能说完全的躺下了 给你们看一下视频片段吧 就是我睡的时候吧 那椅子虽然能放下去 但是绝对不能说是躺 它就算放到最底下 它也还是坐 所以我就像一尊佛一样坐了一晚上 脖子肩膀腰 其实是有些难受的 但是我觉得它比我面前的 这个夜行巴士 那应该是要舒服很多的 毕竟是个人空间 我觉得已经算可以了 不过它的价格稍微有点高吧 2万日元 但如果你想省下一晚上的酒店钱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整体感觉就是还好 那么现在到了大阪了 我们要去大阪逛一逛了 今天这个高级夜行巴士的体验视频 就到这里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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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